一招一拳 一拳一拳 这样搅 一针一线来来回回 一双充满皱纹的双手 熟练的将每块色布 依序缝制在八角纸板上 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 装红祥阿公 已经高龄九十一岁了 五十多年来从不间断 一直秉持着手工缝制的传统技法 制作出一个个八卦造型的香火带 我都要平安 身体也要生命保庇 我们的福啊 就是生命拜拜 保庇就对了 保平安 人家来求 都要拿着北瓜香火来送给我们的八面 可以说 绿绿绿的香火 不管是他每天都在停 用一拳一拳一拳 这样把他停下来 阿公这一拳九十二岁了 也不需要挂股 阿公年轻时就跟着母亲学习缝制手工香火带 从早先的四角造型 后来改良成八卦造型 里头会包上符咒 香灰和艾草 让人佩戴保平安 而阿公的香火带 也成为当地庙宇独一无二的护身平安符 虽然阿公现在听力有所退化 不过身子骨却还很硬朗 视力也很好 穿针引线对他来说不成问题 显示出阿公保刀未老的架势 又穿过来 哦 你们有没有他的伴侣 乖来比较近了 落来比较厚 乖来比较差 一天做一两三 我已经没有在做老老了 不简单 我只要给他熬了 可以健康 除了虾睡了饱 都尽胸 吃饱也很尽胸 因为阿公的手艺不如年轻时的利落快速 现在一天只能做出两到三个香火带 因此数量十分有限 但真正手工的好手艺 也缝制出更具人情味的祝福 阿公的坚持 也让大家看见早期工艺作品的生命力和宗教文化 接着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 好 好 好